主料,冷饭300克,娃娃菜100克,主料,冬菜一勺,虾仁60克,鱿鱼丁50克,细盐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备冷饭,娃娃菜,冬菜及熟虾仁及鱿鱼丁,锅内炒水,将娃娃菜切系好下锅煮开,菜汤开后,将冷饭下锅盛煮,再将鱿鱼丁及虾仁下锅盛煮至脆,转小火加入冬菜, 加入适量锡盐调味即可,一份简单有味的海鲜泡饭完成,烹饭技巧,冬菜未大鲜味,因此要注意盐有用量,做泡饭的时候水的量一定要加好,不要在煮制过程中反复加水,这样子煮出来的泡饭可不好吃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